綠色幸福 邀請你和他還有我 手牽手做就對了 觀眾朋友 多久沒踢箭子呢 我大概有四十幾年沒踢了啦 可是今天不是要跟你聊箭子 我們要聊什麼呢 這秘密在箭子裡面 就是這個 曾普遍生長於台灣山林的無幻子樹 果實俗稱肥皂果 是阿嬤時代唾手可得的天然洗劫劑 40年代以後科技文明發展 化學合成洗劑取而代之 根據環保署調查 台灣有超過四分之三的河川 正遭受污染 生活污水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人類追求舒適便利的生活背後 已帶來環境及健康的嚴重威脅 近幾年人們回過頭 重新學習老祖宗的智慧 無幻子 這個早被遺忘的鄉土樹種 再度受到青睞 成為環保喜劑的新選擇 歡迎收看綠色幸福學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麼呢 就是無幻子啊 什麼叫做無幻子呢 就是以前古早洗手啊 洗什麼用的東西啊 那這東西真的很神奇喔 我覺得這幾年喔 環保的這個意識 開始慢慢流行起來之後啊 很多古早的仙人的智慧 或使用的東西就變成了一種復古 那無幻子到底是什麼 這期節目我們就要聊無幻子 好我們首先要介紹我們的觀眾團 千惠 哈囉 還有我們的玉竹 大家好 是的 那我們的觀眾團呢 今天一樣會用我們的生活經驗的角度切入 來問我們今天來賓各種疑難雜症 那首先我介紹第一位來賓 是我們屏東科技大學的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的 蘭浩凡 藍教授 好 大家好 是的 另外一位是我們理人公司的 李妙玲 李總經理 大家好 藍教授研究無幻子研究多久 從加入這個無幻子的研究團隊啊 大概是從民國92年一直到現在 才過快十年啊 對 你小時候有用過無幻子嗎 老實講我沒有 因為我生長在澎湖啊 澎湖的話也很少接觸到這個樹種 澎湖是沒有無幻子這個樹種的 哦 是我來打學練屏東龍專以後 是讀森林系 所以說就會有接觸到這些 那無幻子是無幻子科 跟我們的龍眼荔枝都是同一科的 所以無幻子又有人把它稱為甲龍眼 那這個果實啊 因為它有果肉 這個果肉含有 富含有這個豐富的這個燥幹素 是 那個這個燥幹素 就是跟我們現在在 做清潔用機的所謂的介面火星劑 你講的燥幹素 是講肥皂的那個燥 對 對 燥幹素 所以古早時代 我們的祖先啊 就很聰明 他就把這個果實摘下來以後 就把這個腫皮就剝開 去泡水啊 去搓有很多的泡沫 從洗頭髮 洗身體 到洗衣服 等等 那怎麼會碰到無幻子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知道 921大地震以後 那我們國人也 一直都在徹底的檢討 尤其是林務局也認為說 我們的國土為什麼 會那麼容易脆弱 一下子一個地震 然後一個颱風 就可以吵成土石流 後來他們就講說 我們台灣種了太多的檳榔 所以那時候林務局就想 我們為何不把我們的延伸樹種 無幻子 無幻子事實上 這個果實來當清潔用劑 這個是一個很具有潛力的 這面核心劑台灣 一年進口的 用在這個這面核心劑就200億 哇 那我們無幻子不要多 我們不要擔心 只要1% 我們一年就有2億的商機可以做 是是是 林務局就特別委託我 他就講說 你為什麼不去研究這個無幻子 他到底在經濟作物的一個利用價值 他有多少 我覺得前審 也把這個 原先已經在用的 已經復古的這個東西 把它科學化 所以現在有無幻子的這個 萃襲液 再添加上去以後 那在這裡我可能也要說明一下 以前無幻子在使用的時候 除了有豐富的皂乾素以外 它還有豐富的糖類 但是這個糖類太多了 它會造成酸化 那現在用科技的方法 把這個 這個皂乾素 濃縮成高濃度 在使用的時候再去添加 所以我們現在 市面上的這個無幻子的產品 已經可以說是相當的成熟 那像我們李總 你們公司一直以來都是做有機農作物的 都是 這跟無幻子沒什麼關係 為什麼突然會轉向研究 無幻子的清潔用品 剛開始是推動就是有機的蔬果 農作物嘛 農作物 可是後來呢 我們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的食品 其實也添加了很多不需要的化學添加物 所以我們後來在90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入食品的一些不需要添加物的一些研發 那到了91年 我們就是發現說 其實呢 我們每一天從早上起來刷牙 個人的清潔用品 其實這些清潔劑呢 加了太多的化學的這種 包括剛剛藍教授提的這種 石化的界面火虛擬劑 所以呢 他就跟著我們的這個水啊 下水道就流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 事實上我們就發現說 那我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可能大家已經蠻習慣的 這種石化的東西嘛 那時候有一個王泉光醫師跟我們聯繫 那他自己呢 他很用心 他很有理念在這一塊 他願意投入 然後再加上我們也有一些專家願意協助他 所以雖然 我沒有問題 哇 終於喔 看到我們的活力了 來 你也剪刀、石頭布 我們看一下 一般消費者 像我自己也是啊 像洗頭啊 洗碗 都覺得泡泡越多 感覺就 會洗得更乾淨 還是 對這很多人的迷思啦 就是 到底有泡泡是表示清潔嗎 還是根本沒關係 還是他有添加一些比如說 比較不天然 或者是什麼化學 什麼起泡劑之類的啊 然後製造可能就覺得 喔 泡泡很多 以我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覺得 泡泡是這個清潔劑的成分 是裡面很重要的嗎 我覺得不必要 藍教授呢 藍教授呢 那我補充說明一下 嗯 基本上啊 我們常常講說 灶乾素 灶激灰灶 它的特性就是會產生氣泡 那產生泡泡啊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這些的成分 它會把油類分解 那分解藉著泡泡啊 它會把它帶出來 所以我們也經過很多的一個研究 事實上是 灶乾素的這個的濃度 可以去決定你的清潔的一個效果 那玉竹你剛剛要問什麼問題 就是環保產品很多種嘛 可以運用的材料其實很多元 為什麼會單單挑上這個無腕子呢 像什麼橘子啊 咖啡啊 師傅我再說明一下 這無腕子這個東西啊 相當神奇 它除了我剛才講過的 它有百分之 相近四五十%的這個灶乾素以外 還有一個它有糖類 老實講這個糖類 它可以在做化妝品清潔時 它可以保濕 所以說現在無腕子也有做面膜 那講到這個的話 我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無腕子之外有這兩個東西 它還有很多的特殊成分 這些特殊成分啊 有牽涉到什麼 止腫 消炎 殺菌 哇 如果你講到這個的話 就會知道說這個無腕子 用到醫療 在目前啊 還有這個潛能 還會研究到這個醫療 很多醫學院已經開始在 對這個無腕子 所以已經無腕子的文獻裡面 它可以治療片頭痛 哇 那所以現在無腕子 除了在清潔用品上面 其實在醫療上面 已經有開始在研究了 所以它的前途是無量的 是的 相傳古代 有一神巫叫寶二 能畫符念咒照鬼 再用無腕子木棒 將其驅除 所以世人認為 此術為眾鬼所聚 才命名無腕 俗稱鬼劍仇 這便是無腕子 名字的由來 南教授啊 既然無腕子現在 它的功能那麼多 這東西聽起來是滿神奇的 我們現在推廣狀況是怎麼樣 現在林務局 它其實在 我剛才講過 在九二一地震以後 它也會鼓勵玲瓏去種植這個無腕子 不僅在經濟價值上 有一個很好的利用以外 那對國土保安 更有很正面的一個功效 是 所以說林務局在 潛民造林的時候 就已經把無腕子 這個樹種 列為一個造林樹種 哦 老師我有問題 你剛剛有提到說 詩人造林嘛 那如果我們是自己在自家的院子 有可能培育這個 無腕子 然後大概多久可以收成啊 我家有院子的話 我也想種無腕子 沒事拿來洗洗弄弄還不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常常講 現在台灣都推行這個利美化 各家的院子 包括你的空地 你都可以去種 無腕子這個樹種 真的是很不錯 你在家裡你也可以種 而且這個無腕子 它這個那瓶擠的土壤 它是很容易生長的一個樹種 很醜用就對了 然後你生長了以後 如果你要當作果實節 就像我們在種農眼荔枝一樣 你稍微給它撕一下灰 這果實就可以長得很大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先了解 我們今天了解其實就是清潔的部分 我們那個今天藍教授要幫我們示範一下 就是無腕子的這個造甘素 它到底有多神奇 來 藍教授我們到石座區 好的 來 李總一起 好 對啊 你說它是叫做雞仁仁喔 就這個 你看這個多像 這個 這個是剝好的皮啊 它很像那個龍眼乾 對 我們那個龍眼是有 果殼 果肉 那無腕子的話是 果殼跟果肉是連在一起 噢 聞起來還真的有點像龍眼乾的味 對 一點點 因為它有糖類 很好的糖類 這個是種子 種子喔 把它剝開以後 果肉剝開就變這一顆了 剝開這個就是種子 好可愛喔 是的 果肉的話你沾水的話一搓 它就泡沫就出來 古代的時候它就用這樣在洗 我們現在用科學的方法 把這個果肉的造甘素 萃取出來 變成這個萃取液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萃取液 萃取液就是所謂的天然造甘素 對 天然的造甘素 就在這個裡面 那造甘素是對所有清潔用品 都一定會用到的 只是它們用的是化學合成的 還滿天然的事 是的 OK 我現在在有一杯清水 那清水 如果你沾上油的話 我們這裡就利用這個一點油 一點油啊 我們油把它加上去 好 浮在表面的油 那我們一幫油加上去以後 一定有一個表面張力 對對對 那如果我們用這一個 濃縮的這個 無腕子的造甘素 這個造甘素的萃取液 我們把它點上去你看 就很快的它就可以把油 把它就分解掉了 分解掉了 哦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原理 你分解掉了這個 等到它一沖洗 清水一沖洗 這個油脂 就可以洗乾淨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我手上都是油的話 對 所以用這個洗一洗可以洗掉 對 或衣服上有油也可以洗掉 所以我現在把它 也是用清水把它這個 稀釋 稀釋以後 你看我現在弄一弄 我打出來以後 會有泡沫 哦 這個是泡沫 但是 無腕子 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就像主持人講的 這個天相龍眼乾 對啊 可是我現在聞還好的 對 還好啊 沒有什麼味道啊 所以說那一年了 SARS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講 這個有殺菌 植種效應的效果 如果我們用在水 我們來做這個清潔 一樣會可以防止這個 所以等於可以像說 我們一般乾洗手這樣用 可以一般這樣用 不用用水沖了 所以真的如果你是 支持環保的 支持天然的 我覺得無患子的味道 對你來講 一定是一種 最有安全感的味道 那我們下一個單元呢 要訪問一個厲害人物啦 他是誰呢 無患子之父 那像這個東西 你發酵以後 就可以用來做一些 任何的用途 比方說一公斤的無患子 加一公斤的水 過濾出來這個水 要做什麼呢 這個可以擦一些皮膚的 什麼溫蟲釘藥啊 或者是長青春痘啦 一邊向我們介紹 無患子萃取液的神奇功效 同時馬上拿起牙刷 沾上萃取液 就開始結牙 我怕泡 不如沒有泡 泡很多啊 完全不用買 名譽花甲的自然醫學專家 王群光醫師 一談起無患子 畫甲子總是停不下來 對無患子的功能與用途 更是如鼠家針 說王群光醫師 是國內的無患子通 真是一點也不為過 你們看這個樹上面 這個有這個開花 它每年五葉結果 大概種子要到差不多十一二葉才成熟 這天王群光醫師接太太 重回台北枝山岩步道 來到樹齡超過兩百年的無患子老樹前 兩人像孩童一樣興奮 似乎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尋覓之旅 你這個種子剝不剝開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它這個放一點點水有沒有 在這裡搓一搓搓一搓搓一搓 就好多肥皂 成長於馬來西亞鄉下 由於祖先世代物農 對土地的濃厚情感 早在王群光血液裡流竄 你看它現在這麼小 大概才不到十公分 可是經過幾十年百年 它就可以長成一棵這樣 這麼大的樹 這個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你看這個下面是咸崖 這個咸崖 如果沒有這一棵樹 我想這個早就崩塌了 所以它在這個水土保持上面 是一個非常好的食物 夫妻倆一面介紹無患子的用途 還巧遇同好民眾 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 像遇到老朋友般 迫不及待地分享無患子的妙用 這你要吃看看 要吃這麼多 很難的 冷靜你吃到豬腐腐腐 我沒什麼能夠吃 超過的 湯油店不可以吃 你吃這個 你噴掉到哪裡 很難的 很難的 多年臨床醫療工作 讓他發現大多數疾病 源自於環境及飲食因素 所以身體例行各種有機農業種植 也開始尋覓沒有污染的天然喜劑 就這麼展開了一段 無悅無悔的無患歲月 那時候我們在做無患子的工廠的時候 他真的是廢寢忘食 晚上上班到八點 下班以後都到工廠去 幾乎是以工廠為家 就是整天在工廠裡都摸吸的 然後第二天三更半夜回來 然後睡幾個鐘頭又去上班 從努力找尋原料 自行設廠 到客服生產設備 與萃取技術等種種考驗 其間王群光可說是散盡家財 但他不以發展商品為滿足 更承認商品化的過程算是失敗 卻掀起了一場成功的 無患子文藝復興運動 重新讓世人認識這個 被遺忘多時的神奇樹種 曾經有過的歲月 就是我們一起上山下海去 到處去找無患子樹 開車開到一個路上 看到路邊 山邊裡頭 就有金黃色的無患子樹的時候 我們都會尖叫 然後就開車去找他 我們甚至有一個很浪漫的想法 就是說 要是全世界的人 都不用化學清潔劑 那該有多好啊 讓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國內的無患子之父王群光醫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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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心荷爾蒙就發現 那個時候十幾年前 既然認基本分是我們國內主要的清潔劑 我就感到很震撼 很shock 那我就想問自己說 這個化學的東西這麼不好 那之前在還沒有化學工業之前 人在用什麼來洗東西呢 很多人跟我講說 用什麼麥芝啊 手麥芝啊 木浪子啊 什麼的講了十幾種名稱 所以以前人不只無患子 還有很多子都可以用 事實上後來我才發現 那個東西是同一種 在沒有化學工業之前 台灣 中國 印度所有的人都在用無患子 印度的範文裡面就已經有這個名稱了 他們叫做Aristaka 印度範文應該上述到幾千年前 有文字可考 應該超過六千年 我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無患子我們聽到的 大家都是說是清潔洗衣服 但他有沒有其他的妙用啊 在生活上 無患子事實上是這樣 你可以用來洗東西 洗手啊 洗臉啊 刷牙 截牙 當然這個牙周病很有用嘛 皮膚洗了以後 那個不會長毛囊炎 對 如果你用來洗頭的話 頭洗了以後會變成很乾 當然皮膚乾燥的人比較不適合用 那那個像我沒頭髮洗會長嗎 這個就是不敢打包掉的 你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拖地 拖地你用窩蚊子一拖 蟑螂也比較不敢來啊 是嗎 它的味道蟑螂不敢靠近嗎 對 除了洗眼睛之外 任何清潔用途 洗衣服都可以用 那怎麼樣 就是你在研究這個東西 你主要研究它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是很單純啦 我就想說 既然古代的人用了幾千年嘛 幾千年的文明都可以 人類繁衍這麼多 不用清潔劑也OK啊 對啊 那後來化學清潔劑出現以後 所謂化學清潔劑就是肥皂嘛 肥皂是用油脂加上強碱 變成這個皂化 變成肥皂化 好方便喔 那以前台灣的人 這個家家戶戶 每家戶都種無患子 種無患子 他們到西邊洗東西 就把無患子的果實採下來 敲一敲 然後就洗衣服 這個幾乎七十歲以上的人 都有這個記憶啊 那像在推廣無患子 這個清潔的方式啊 有碰到什麼困難吧 因為這不是一般人願意接受 因為它太不方便了吧 這個非常這個東西太困難了 就是說 現在的消費者已經被教導成 用這個很香的 有顏色的 用起來很方便的東西 當清潔劑嘛 那無患子它第一 它是有深色的 顏色很黑啊 同時它有苦味 還有就是你碰到眉膜 眼睛會色會不舒服 肥皂一般也會啊 對 所以齁 大家就覺得 不是很相運啊 相運 基本上我們希望用的東西 比較方便 對 隨手可得 對 我有問題 就是那剛剛就是想 像它做一些清潔劑 應該都是用它的果肉去萃取 那它的果實 有什麼特別的功用嗎 果實齁 以前那個早年鄉下的這個小朋友啊 就把這個果實放到 果裡面去烤 烤了 而且爆 爆出來裡面的腫仁 很好吃啊 喔喔喔 這個果仁齁 除了可以吃之外 這個本草杠木裡面說 可以反口臭 這個中仁 它的中藥名叫中仁 它是有用到中藥裡去 對 就無患子的開發 以清潔用品來講 基本上只是起步而已 它事實上還有多可能性 還沒開發出來的 應該是這樣 那像王醫師在推廣 你說其實很困難 有沒有碰到一些什麼 大家不接受啊 然後你會覺得很沮喪的 乾脆放棄就算了 一定有這個念頭吧 這個東西喔 就是說人喔 是因為都有一個慣性嘛 你要改變人的消費習慣 其實還蠻難的 更何況它的價格又蠻高的 是 價格高當然它的價格 應該成本來講 應該是比清潔 一般清潔劑貴十倍以上嘛 對 所以用的人都是少數 非常少數有這個環保理念的人 肥皂植物是指具有洗淨去污功效的植物 國內常見的肥皂植物 包括無患子 苦茶 霧憋子 牙漸藤 柑橘類 黃豆等等 其中無患子造素含量最高 多達百分之三十五 苦茶含量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黃豆大約百分之零點二 這也是主豆漿為何會冒泡泡的原因 有問題 來 千惠 就是像剛剛講到一般消費者使用無患子的習慣 其實我們家之前也用過無患子的洗碗精 然後身邊有朋友他會用無患子的洗髮精 可是他有普遍的狀況就是 第一他可能泡泡沒有那麼多 第二他可能沒有一般市售那些清潔用品那麼的香 因為消費者他在選擇物品的時候一定是先聞他的氣味 你怎麼不能在大賣場直接搓外揉啊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就是 可以加入一些比較天然的 什麼增加劑啊 那種柑橘類啊 檸檬香 精油的東西 對 就結合這樣就可以推廣之類的 有可能吧 王醫師 有 當然以廠商來講 當然你要開發什麼都可以嘛 沒有不行的 可是因為如果你用的是真正的無患子 它的味道其實蠻強的 你要把它蓋過那個味道還蠻困難的 這個第一點 那可能我本身有一個潔癖吧 就是說就像我們推廣自然的 那就自然嘛 那不要加嘛 要加的就是用一般的清潔劑就好了 所以你建議上面還是覺得說 你要天然無患子就是天然無患子 那就天然嘛 接受它的味道 你要用這個化學的添加就添加嘛 我覺得你蠻固執的耶 就是說如果這是個好東西 為什麼你就不願意加一點點天然的香味 讓人家更能接受 你反而就是說你要用你就給我用最天然的 不要囉嗦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對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喔 因為人都有一點 所以你覺得個性吧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推廣的時候 我會碰到什麼狀況 我相信狀況應該很多吧 事實上有很多人在做這個事情 只有我們不做啊 所以你是算基本上無患子清流就對了 你絕對不添加任何東西 我們就是用最純正的文化 我現在人都有生存之道啦 因為我本身職業不是做這個生意嘛 我自己當醫師 那我有我的收入嘛 我好像不必去賺這個魂水這樣 聽說過您把這個推廣無患子這樣的運動 當成是個文藝復興運動啊 事實上是沒錯啦 因為你看人類有史以來 用無患子用了可能上萬年吧 只有這幾年才不用啊 三四百年來啊 是 那這個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當初有設定幾個目標啦 第一個目標就是說 應該每個學校 都會有種一些無患子 讓學生把這個肥皂包採下來 做成肥皂包直接洗手 古早也這樣 是啊 那這個是一個教育嘛 再來就是說 我很喜歡無患子這個樹木 在冬天是呈現一個黃色 葉子全部變黃 因為在這個寒代地區 冬天的植物的葉子幾乎都會變色嘛 除了真夜靈以外嘛 它會很漂亮 紅的啦 什麼黃的啦很多 那在台灣這個地方 你在冬天你往山上一看 好像也都是綠色的 有有的 只有一種植物是黃色 就是無患子 所以我們目測上面 如果山上在冬天有黃色的樹 基本上就是無患子 基本上就是無患子 沒有別的樹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夢想 就是說 我們總是有一點不食人間煙火嘛 我感覺得出來 就是說 如果有一座山 一個步道 能夠整片是無患子 那麼冬天的話 黃葉能夠維持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來賞黃葉 可能會比日本賞那個風樹 還有賣點 對 或者整個山變成無患子的山 那是一個很美的事情這樣 所以你不只是一個很折善固執人 你還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然後你會用文藝復興來形容它 而不用一個現在最流行的文創產業來形容它 基本上我對這個 我覺得 很多東西是不必去考慮商業化 考慮商業化以後 就是變成比較世俗的東西 但是有人會去做 我本身並不想這樣做 怪不得你叫無患子之父 就是你知道爸爸對小孩 通常就不會把它賣掉 你懂得嗎 就是好好的呵護 把他的優點全部呈現出來 有問題 來玉子 我想說醫生那麼的堅持 那他一定很清楚這個 無患子原本的果實 怎麼抽出肥皂水來使用 他能不能示範給我們看看 是啊 王醫師今天可以示範給我們看嗎 等一下可以啊 好 來王醫師我們到實作區 我們這個要做的應該是無患子嘛 為什麼要準備一個榔頭在這邊 這個無患子喔 是一個很堅硬的東西 我們要做這個 要放到袋子之前 最好給它稍微處理一下 那處理一下 比較困難 應該把種子拿掉 這個種子如果我們丟在地上 它會彈起來很高 我丟給你看 喔 可以彈到十幾公尺以上 哇 它是有彈性然後很硬的 這個它非常堅硬 如果你用榔頭去敲它 不管你多用力 敲到玻璃泡都不會碰 這個密度相當高 可以做成活性碳 做活性碳 哇 好厲害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做這罩包 就是先槌嘛 先槌 槌了以後呢 就把它放到裡面去 把一些放到這個裡面 那就可以洗了啊 這個就可以洗了 不過你在洗之前呢 要先泡水大概最好半天 半天 讓它軟一點 對 泡了以後呢 然後你就用這個 泡 你就可以直接洗了 哇 有泡 哇 不錯 所以你說五萬指沒泡嗎 那是泡比較細而已 泡比較細 對 泡比較細 非常有泡你看 泡好多喔 你可以洗一點這樣 這個 我聞到味道了 你可以洗 我聞到味道 不是這個會長頭髮 我就盡量洗啊 聞到 哇 對 它味道真的不太好聞 你會發現喔 你很安心 這個沒有任何化學的東西 這個是上帝上天 賜給我們的禮物 來 請問你其實 你可以用這個 聞一聞很香的味道 這個 我也要做一些比較這個 極限的實驗喔 我們這手太乾淨了 我要再把手在地上抹一抹 然後它變黑黑的 你知道 你也可以用一點油 抹在手上 一起就掉了 這哪裡髒啊 看有沒有 我們這也不是太乾淨了 摸不到什麼 好 來 髒個手 看到嗎 髒髒的啦 對 好 來洗洗看 喔 這戳起來還蠻舒服的 很像手在按摩 對 像肥皂一般的話就咕咕咕咕 所以我說嘛 如果每個學校都 有這個中無患指 讓學生用這個天然的東西來洗 你看是一個多好的這個機會教育 這好特別喔 你看到以後 我們看到泡泡就會覺得它很滑 可是它不會像我們肥皂那麼滑 它有點滑 可是不是那麼滑的 然後我現在呢 要把它洗乾淨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無患指的去污功能到底怎麼樣 它有味道跟足錯意類似的 香到香 我們聞到覺得好舒服喔 只有它覺得香 我覺得好難聞 臉不會很重的 對啊 好 洗完了 很乾淨嗎 真的很乾淨 真的很乾淨 我的皮膚都快變透明了 這都泡泡熟飯 這泡泡對身體 留在身上不會有害吧 不會啊 對啊 我常常跟人說喔 你洗這個 用一般的清潔劑洗碗 你是非要把它沖乾淨不可 是 如果你用這個無患指洗 最好不要沖太乾淨 因為喔 它這個刺下去還可以降低膽固醇 然後降低酸酸乾油脂吧 喔 OK 這個是對身體有用的 剛剛因為泡泡太多了 看不清楚我手到底多乾淨 現在我把全部泡泡沖掉了 真的很乾淨 好乾淨好乾淨的感覺 對 那當然無患者除了清潔的用途之外 還有別的用途 我們待會請兩位來賓到現場 跟我們繼續來聊 這間位於南投縣草屯鎮的有機農場 面積大約10公頃 主要作物是有機蘆筍 根莖類 花果菜 及茶葉等等 人稱蘆筍達人的邱順楠 原本是中鋼的檢驗師 對農業完全陌生 我們女兒子出事 高雄空氣成敗 那如果出事一個月 就止氣管開始不舒服 治療到兩歲兩個月的時候 剛好我家生老二 老二回到草屯來 欸 住了一個多月兩個月 跑了 為了小女兒的健康 求水男依然放棄在中鋼穩定的收入 離開高雄回到故鄉南投草屯 去意外開啟生命中的另一趟旅程 終於有機會開始經營夢想中的有機農業 因為這是雞石的蘆筍 你會覺得 哇 色彩就很鮮艷 感覺就非常有生命力 在我們做遊戚 這段是我們有的心情 是另外一種更好的轉換 我們的子蘆筍讚嗎 稍稍的鹹喔 目前正值無冠子結果期 果實完全成熟 大約在十月 一年一產的無患子 商品從乾燥 抹粉 萃取到熟成 就像古法釀造醬油 也大約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發酵後的萃取液 除了作為環保天然洗劑 萃取後的廢渣 還是有機農場愛用的天然肥料 而近年來 無患子造素所具備的 抑菌殺菌功效 更開始成為有機農業 防治病蟲害的力氣 它真的可以在葉面上 在根莖上 都可以形成一個很重要的保護膜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葉面上 看到有水珠狀的 它其實已經斬著完畢了 然後再看到我們的蘆筍 這種根莖菜 任何地方都有感覺有水珠狀的 它就慢慢地在形成擴散的保護膜 它就可以對病害蟲害 有非常好的效果 秋水男除了自己鑽研 目前還在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進修 個性認真好學 而且熱心助人 一有機會就跟旁人分享 無患子的妙用 對於自行研發的葵無路調配方式 更是毫不藏私 就怕有人不知情 或是找不到好材料 我不是魔術師 但是你看就變牛奶了 充分乳化以後 就像牛奶一樣 它呈白色的一瓶 而且它的泡沫都非常細小 所以你看我們有機 所使用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是非常天然的 不患子的萃取液 跟非常天然的葵花油 雖然不是魔術師 但是中年轉業的邱順蘭 卻也神奇地將921地震後 面目全非的九九峰 重建了一個利己又利人的 綠色幸福產業 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來賓 一位是我們的九九峰有機農場的邱先生 邱大哥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廖老師 邱大哥你是做有機農場的 有機農場你是拿無患子幹嘛 其實無患子對我來說 就有很多的童年的回憶 我們小時候其實是在無患子的 生長的區塊裡面是長大的 所以你小時候的台灣 無患子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我們都會拿著衣服到那個西溝啊 剛好有無患子掉下來的地方 我們就撿啊撿石啊 撿石一籃啊 就在那邊泡著水這樣子就戳啊 就洗衣服啊 那時候就這樣洗衣服了 是啊 哦 當然 沒拿著洗衣服 順便在那邊就洗個澡啊 哈哈哈 所以你應該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個是小時候嘛 所以小時候那一段我們真的都是用這樣子 我們的底褲就是無患子 有人說底褲就是無患子 對其實就是我們就是用無患子 那你現在做有機農場 你還是拿那個再給人家洗澡 當然不是啦 把他改變成就是應用嘛 因為當時有所謂的這個有機制裁的驗證 嗯 那就只找到一家 嗯 就是王醫師的研發出來的這種催洗液 用完全百分之百天然的 QR9 然後無患子有1 嗯 然後兩個用高轉速的骨質機 把它完全乳化以後 嗯 我們當成 嗯 就是一個乳化劑 就把它當成 像龍啊 這樣噴灑 哦 它是可以除蟲啊 它真的是很好用的 天然物質 哦 它不只除蟲 嗯 還可以除病害的問題 所以病蟲害是兩件事情 它兩件事情 其實都有卡不到 在噴灑以後 它就覆蓋在整個植物的 頁面的外表 是 覆蓋在外表以後 呃 所有的病原菌 它就不容易芒芽 嗯 不會芒芽它就不會繼續危害 嗯 所以其實它是 非常天然非常好的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我們現在農藥問題 那麼嚴重啊 為什麼沒有人像你一樣 就是用 所謂的葵花油加物 換紙油混合之後 去來做除蟲的事情 因為 毒藥人都傻子嘛 嗯 這會不會傻子嘛 哈哈 那這個東西其實 它不會有很 很利極性的 嗯 變害的黃色效果 也不會有很利極性的 很完整的 嗯 對變害跟蟲害完全防止 嗯 那麼對我們有機農業來說 我們是一個 呃 比較傾向環保農業 比較利能的農業 嗯 我們可以接受到它部分的危害 嗯 但是我們不會趕盡殺絕 是 就是我們是循序漸進的 嗯 我們對農業的投入是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有些 這個昆蟲什麼的 它一樣在這個食物鏈裡面 還是有它的地位在啦 所以我們慢慢的把這個 至少不要把我們農村吃掉就好了 對對對 哦 和平共存嘛 是是是是 那我聽說在原住民的部落 很厲害叫你邱老師 哦 你是有到原住民部落去教他們怎麼使用 欸 原住民委員會都有每一年 它都會跟原住民區塊 嗯 十三個族群跟他們提很多希望能夠再進步的 的這種 舞蹈方案 嗯 所以在十三個族群裡面 我就跑了八個族群 哦 當然要教導他們怎麼去做有機栽培 怎麼去做驗證的 這些相關 相關紀錄表單的填寫 嗯 那因為跑了那麼多的部落 我就必須要有帶兩把刷子嘛 其中大概葵無露就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好的東西 你說那叫什麼葵 葵無露 葵花油 無萬子油 把它混合起來 就精華露 對 對 它對這個白粉錠的仿製效果非常好 噴下去就不會長那個白粉錠 一種黴菌 一種黴菌 它可以除黴菌 那像一般我們在家裡面種的這個原藝啊 那也會有一種病從害嘛 這個葵無藝 葵無露有用 非常推薦 非常有用 那那個葵花油 是一般我們炒菜用那個就可以嗎 是啊 噢真的喔 那麼好用 是啊 確定是 所以我每一次去買 去跟大批花買都是買五箱 他都說很好奇 他說你看起來又不像在煮菜的餐廳老闆 你到底買那麼多幹什麼 我說喔 我在做有機農藥 他就嚇一跳 這個可以當有機農藥嗎 啊 所以這個我們觀眾朋友都學到一個Petball了啦 如果大家真的對於環保喔 然後環境那麼重視 然後也愛護原意的話 就可以做那個你說的葵無路啊 對 來消除那個 然後又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 對 好王醫師你在無患者這個研發上面 你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還有包括你最不想聊的 它也需要成本的啊 起初我覺得無患者很簡單嘛 只不過把肇數吹起出來嘛 是 那當然我們用過很多科學的方法 當然這個技術上是毫無問題啦 可以成功 可是成本太高 嗯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想說中藥嘛 就是熬煮嘛 我們就無患者把它熬煮出來 奇怪 熬煮了以後呢 就變成好像稀飯一樣 我想說稀飯怎麼辦 嗯 無患者出不來啊 摧洗衣去不來 我就用離心機 一離心結果泡泡 淹滿整個房子這樣 泡泡啊 像洗衣機在洗衣服的樣子 他就不行啦 他不行後來不知道怎麼辦 那後來我們就有一次 剛好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鍋 一大桶的那個無患者 嗯 在過年休息的15天之後回來看 奇怪怎麼無患者沒有臭掉 既然變成很香 嗯 好像發酵 黃豆發酵成醬油一樣 哦 因為我們離機一凍 那麼就讓它發酵嘛 所以這個過程 花你十多年的時間 呃 大概花了兩三年吧 兩三年 在發酵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買了一個火柜的無患者 大概一兩百萬 一整個火柜兩百萬啊 對對對 這個 一個貨櫃的無患者 用完餐廳還沒有出來這樣 但是你有那麼多錢可以這樣花嗎 嗯 就是上班的錢都花在這裡 全部賺的錢丟進去啊 有人喜歡打高爾夫球啊 嗯 喜歡玩什麼石頭啊 我就喜歡玩這個吧 哦 所以有人買車 有人買船 你就是買無患者來做研究 對啊 人主事要有一點興趣嘛 您的嗜好真是偉大 人的醫生平均要用掉656塊香皂 198瓶洗髮精 276條牙膏 272瓶體香劑 以及411個護膚產品 35管髮膠 25瓶指甲油 21支口紅 與5.6瓶防曬劑 柯老師 你跟王醫師是怎麼認識的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 王醫師呢 他也有兩個農場 那我住在農莊 那麼 剛開始王醫師要做工廠 要做做無患者的工廠 那麼工廠的地也沒有找到 還有原料也有問題 所以王醫師就找上我 剛好那時候我又從學校剛退休 然後王醫師就說 啊這最好了 這個是廢物利用 他就把我當作廢物利用 他就把我當作廢物利用 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就抽一箱口 就一直在找工廠地 還有到山上去找一些 台灣本土促成的原料 對 研發的過程呢 就是王醫師在弄 大部分的這個原料的部分 就由我來供應 嗯 因為台灣本土非常少嘛 必須要先從國外進口一些 那麼台灣本身又收集一些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工作完成 葡萄有問題 來請問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廖老師 那你們現在就是生技公司 就在做無患者的產品嘛 那你們的原物料 現在還是從國外進口 還是其實台灣你們本地就有在種 那是在種在山區 還是一般那種平地的農田呢 嗯 因為台灣的量非常的少 嗯 所以我們有一部分從國外進口 是 今天經過王醫師這幾年推廣之後 還有林露吉吉利的推廣 這幾年台灣的山區 還有一些廢坑的農地 他們也極力在種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收集的量 就慢慢的增加 所以慢慢它已經變成一種 經濟作物在種子 對對對 董哥我也有問題 來一組 嗯其實就是 這幾年無患者其實推廣的 還蠻廣的 在電視購物上 其實也蠻想看到它的商品 那到底要怎麼去分辨 什麼是純粹的 它的真假 有什麼辨別的方式嗎 無患者要分辨它的真假 我們最簡單的兩個方法 第一個我們就聞它的香味 化學的東西 它一定有化學的刺鼻味 這個最簡單的 用我們的嗅解 那麼無患者它本身 因為經過萃取之後呢 它的發酵之後 它有一個果香味 就是有那個酒醋味 那麼如果沒有酒醋味 跟沒有果香味的 大概就不是真的無患者 第二種方法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味覺 沾一點在我們的舌頭上 因為無患者它本身是無毒的 舌頭去填一下 那麼它的苦味就出來了 那麼化學的味道 就非常的刺 王醫師跟廖老師你們認識那麼久 然後一直在研發這個 研究無患者的功能 怎麼把它弄得更好 你們總會有一個 都未來的夢想吧 或一個什麼計畫吧 要不要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可以這樣講 台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島 那麼人口會這麼密集 那麼無患者在利能的產業這方面 應該可以做更大的貢獻 那麼因為我們化學工業 因為污染了台灣的環境 那麼無患者當然是純粹的 純天然的東西 不管你用在醫藥方面 用在洗劑方面 用在農藥方面 它都是一個無害的一個東西 對環境沒有負擔 我們知道說無患者 它好像也有一些在藥理上面的功能 我聽說好像洗得對皮膚也好 你們有經驗嗎 就洗好的這樣子 相當多 相當多喔 我在臨床上 只要碰到是這個 頭皮很油的 有蠻的 有患者效果非常好 蠻是 蠻的感染 蠻的感染 對 比較臉部的蠻 或者頭皮的蠻 效果非常好 那像一般現在最常見的 像是指露性皮膚炎 對對 指露性皮膚炎 特別適合用患者 那廖老師呢 廖老師你有經歷過嗎 我本身就是一個受益者 我以前在當老師的時候 這個手都不貴手 每一節課啊 用粉皮的次數非常多 所以每一次都要洗手 一節課下來洗手之後呢 在幾天之後呢 這個手皮膚炎 皮膚就發揚了 那麼我去看醫生 醫生說 看到我的富貴手 他就說 啊 你在做老師咧 我覺得很奇怪 這叫老師病 對對對 那後來用到這個蠻子之後呢 這個肝類的手就完全改善了 哦 所以我本身是一個受益者 所以都弄好了 對對對 講到這個無患脂 事實上 如果你進山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一粒無患脂 一顆無患脂 幹嘛咧 你要是被蚊子咬啊 你塗一個口水 沾一沾 擦一擦它就好 哦 所以它這原理是酸鹼中和嗎 它不是 它一個很奇特的作用 它非常非常有 所以今天呢 跟這個很多來賓聊的無患脂 我覺得真的獲益良多啊 尤其我跟王醫師在聊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要做環保 要做這個環境保護啦 綠能啦等等的 只要跟照顧我們環境相關的人 我覺得有兩個字很重要 叫純粹 真的就是天然的 是最好的 原始的是最好的 怎麼樣把先人的這些智慧保留下來 持續在我們的生活中使用 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我覺得真的 我們要做個非常純粹 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 才有可能做好環保 綠色的行動需要我們親身去實踐 然後幸福感也在實踐的過程中 一遍一滴的回饋給我們 我們綠色幸福學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王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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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